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三成年轻人 认为会因此阴慈 可能现在的环境很差等等 但他们是不是真的会躺平一世呢 我很怀疑 而且你躺平也没办法 你谈察来做什么 你真的要躺平 你有两个想法吗 像在大陆那样 你做兴奋就过兔兴奋 首先我们来看一件事 訪問了367个18至40岁的青年 結果显示有九成受访者希望拥有私人空间 竟然一成人说不需要有私人空间 竟然一成人说不需要有私人空间 那麽有趣 超过六成人说会表示 休斯买私楼或居屋 未来想住公屋的就只有三成 波哥告诉你 波哥告诉你 他跟你说是想住公屋的 只不如他现在困点 觉得有楼价贵点 对前景很悲观 他如果到时他自己的收入 好了 或者发达中和合彩 表示未来想住公屋的 表示未来是一种 怎样说呢 虽然我又不会 他没有想到我那麽深 正常来说 我们年轻的时候 不要说我们年轻 就算什麽了 如果当我住了合彩 我又什麽什麽 你不会说 老实说 现在这个已经是黑色欧物 我要奋斗 你不要一定要住公屋 你不会的 你一定是我要住山顶 虽然明知你是在做梦 其实一个 有三成人 如果是seriously 而你未来想住公屋 你也是全家坦德的 这个政府 你不要说好 虽然我也不认为 这31% 全部人都很认真地去想 那些人生性利 早有公屋的 其实是在挖苦你 这个社会 这个地区 以十分和每分 受访清明认为 置业是重要的 竟然有八分 即是说 那些年轻人很矛盾 尤其是说 六成人 九成人 希望私立空间 都合理的 八成人认为 那些事业是重要的 另外一成 他租都可以的 其实你只要认为 有私人空间 有九成 事业 是重要的 有八成 你真的不用怕 你就凝造好 向上流动的 那些机会 就可以了 机会来自什么 全世界很简单 机会就是来自自由 我不管你是中国 越南 历尼利亚 克罗迪亚 你有自由 就自然 能出到生产力 说在别的地方 不要讲 我讲过一百次 讲香港 特港区政府 做过这样的事情 推动你们 就这样的 没有的 是你那伙人 五六十年代 涌下来 有那一群 真是经常讲 每个人都听得多 但事实上也是 那些人在上海alroid 他们的目光都不懂 懂得做針跡的 他便唯有做針跡 就會積三 懂得到你能夠做針跡的 懂得到你去唾你的 新奧書院來去土瓜華人 就能夠做中文大學 教書 懂得煮東西 當後巷也是做你 走鬼的 圖書館就住民論街 他們也吃什麼三薰包 薄餅 豆樁等等 港英政府也沒有說 不過法律就是在這裏,你們這些契弟不要亂犯法 一鬆,他自然就會起飛 就是這樣,講大陸 大陸鄧小平,1978年復出 又說什麼,一小目人 阿富喜來 但是在那幾十年,三十年裏面 究竟是有什麼具體的政策 第一,我不熟悉大陸,但我真的研究過沒有很具體的政策 都是口號色的,只是鬆,放,去便起 去便來,全世界都是 你自由,你就會多東西看 很簡單,在那時候 政治氣候比較鬆綁的時候 你看看那時候的陳海哥,那時候的莊藝謀,他們拍些什麼出來 那些全部不是人家踩你 是全部能夠感動人家的揚威國際的電影 是能夠出來的 香肚味農的,你可以喜歡,可以不喜歡 好了,現在拍什麼 你有沒有收28萬那套叫什麼? 剛剛那套? 什麼黨什麼? 你不肯記得那套? 什麼一身? 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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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整個很小的 一身不曉得什麼 鳴慣什麼聲音 當然不會看 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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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紅貓 還說繼續拍? 什麼都拍,不做得壞 只是不能操作壞人 為什麼不能操作壞人 因為形象正面 你套? 你套? 現在不要說香港 去形象正面嗎? 她覺得她是 你套? 你現在在大陸? 連接沒幾套 你連結書嫂的 《神話宜》拍幾億 你怎麼收幾百萬 你不會死的 老實說 不要說你老不老 有時候 真的很尷尬 我沒有看你的電影 你好像上次拍的那些東西 《龍馬精神》 你說你要修補女兒的 我沒有看 修補女兒的疏離 你們有沒有在觀眾一邊看 你們有沒有自己生的女兒出來的樣子 跟你一模一樣的 你看都不看她 真的不是人渣來的 這些屌你老媽 說真的 她老媽怎麼喝 那都是你生的 你中出出來的 你真是你蛇 你又這麼有錢 叫我老婆不要出面了 老婆 你年年 匯二三二百萬給她 就是還回老爸責任是不是要 再不是的 時間過去久了 二三千元也好 叫我老婆安排 叫吳依莉帶個女兒出來 每年和我女兒吃頓飯 聊聊天 不要令到小女兒最慘 她不招好弟弟 老爸是成龍 所有人都知道 你以為我老爸是不想理我的 是 神經病 《龍馬精神》 連大陸的網友是 大陸的網友是說的 我們不是的 她說 嘩 出氣了 你看見她這樣 一人都知道你的欺恨 好了 你這樣的欺恨 對手足那些不要說 老實說 有很多業界非業界人 如果不是有大哥 不要說誰 就打了 打了 打了 去吧 喂 或者唱 你 跟你 打山打水 十幾二十年 給你 十二十萬 他跟你遣散 就算算是遣散 也不止 這條數 是吧 所以世界上 不要說那些傻子 你有自由 經濟就自然起 跟著法律走 香港的奇蹟就是 因為香港沒有民主 從來都沒有 港英政府的時代都沒有 但是我們很傻子自由 你有你 譬如我們七十年代 我們成長的年代 黃金時間 那時候我沒有看的 後來我看回 那些 MyTV Super 哇 沒想到 黃金時間 有些單元劇 恐將賣余勝 琴高他的女兒 陳玉蓮 說亂倫 七十年代 當然 也會有很多社會人士 司徒華之流 口誅不伐 但是你有你的口誅不伐 如果他有越界的 意識真的認為很差 就算我亂倫的故事 也可以看到 裡面的意識是怎樣的 大家不可以自己騙自己 那時候的英國佬就是這個高度 或者跟著英國佬的香港官員 他們懂得分析 他看到 這個不是悔淫悔道 不是在那裡買老色情的 他是顯示一組社會的現實 講一個人性 一個女士的悲哀等等 狹窄環境所產生的種種問題 有很多思考 你社會就討論 沒有什麼 大家不犯法 繼續去做 你想得到就行了 經濟就自不然起了 有很多辦法 特別是我們 人本身是有創造力的 你不要騙殺他 他自然 小孩子也是 不是的 他畫個公仔出來 鬼五十六 這是什麼 Didi Sucket 貓是這樣的嗎 糟糕你了 這是個傻子來的 混蛋 那你騙殺他 就夠他畫 對吧 那你不管就可以了 好啦 糟糕你了 所以你說 現在那些什麼 年輕人躺不躺平 那些浪費氣 你搞什麼政策 我真的不覺得 我不想這個是現實 就算他不躺平又怎樣 你可以怎樣 你可以做到什麼 我經常說 有些事情我們明知道 我們盡量拖長一點 盡量希望 有時候世界會變 有些年輕人 真的可以做到 例子 你近年沒有 十年前 已經有這個棍局 於是否有個落塘七 附近有個小小的工作坊 終於找到一個位置 真是有 連政治都可以拿來講 喂 犯法 恰暴 打擾亂香港 你就抓人 說完了 如果不是的 如果說 喂 你搞什麼黃店 因為他 你覺得他是黃店 你搞什麼 連拿牌都說拿不到 那怎麼辦 要不要搞啊 對 這樣 就為什麼要一起飛 呢 靠一下靠國家 喂 現在國家 哎呀好啊 大水猛灌好 很厲害啊 那灌得多少呢 是不是你這樣想著成世看別人 我當國家的大水無限冠 我當他可以 是不是要看著別人的面色做人呢 你不醜我也醜啊 現在你訪問一下大陸人 有些人真的這樣想 他不是開玩笑 你認為他適合不適合那件事 沒有沒有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我覺得香港都是好的 他不是太軟了 就是O.C. 惡氣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有本來 他不是玩蛋嗎 你這樣做嗎 這個形狀是誰造成的 為什麼香港現在這麼少 陸客下來 或是有能力的陸客 就是因為 長年累月 形成了香港 沒有網民香港玩蛋 一個人 正常的人 我們當然會喜歡看一些東西 我們會喜歡去歐洲 看這個鄉四里四大道 好像以前 我們會去紐約 看這個曼克頓 去日本看這個東京鐵塔 我屌你了 真的不是說沒有 我不會喜歡去斯里蘭卡 看看那些傻子 很窮得屌你 你怎麼黑食 去行航看看去什麼 是不是 那這個道理 他怎麼會喜歡來香港看 因為他們覺得 你都不是讓他們 仰望的地方 好了 軟文化 是有用的 如果你仍然有幾個說 因為之前那些畫得差 他畫得差 又可以有回的嗎 那你聞傳找他 跟他聊 哦 OK 李大哥那時候 你也繼續看 是啊 那他畫的故事 亂撿回去 怎麼撿呢 四期 很難撿 如果你想那些故事 走了20年 那個故事亂撿了 怎麼撿啊 其實最好看 就是以前我小孩看的時候 很簡單而已 打火雲蛇神 好了 所以你說搞什麼 置業計劃 什麼的 我真的 全部這些 根本都沒有什麼特別意義 你最慘 我們覺得就是 香港其實 那些人 我也是真的人 包括泛民 或者很多NGO 但是那些 包括那些我恨的人 就是形成了香港 一個很獨特的公民社會 於是 就算很貴也好 痾 再痛楚也好 我覺得 在那個 那些年輕人 每個都叫救命 甚至可能 其中有些原因 就是上不了車 會出來上街 的情況下 那時候的年輕人 的向上流機會 都比現在更多 中年那時候 好像很絕望 都可能是比現在更多 你知道嗎 你現在沒有自由 我都沒有見過一個沒有自由的社會 可以 你說 如果像以前 七八十年代 一窮二白的 中國 當然 那個新增長 什麼呢 你要記住 在增長最強硬的時候 都是中國 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中國 在政治上 都最自由開放的時間 相對 相對 但是一個已經是這麼開放的社會 我們的GDP 四萬幾五萬元美金的時候 喂 你到後半步 你都難搞 難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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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錦田十四歲 單車少年 早幾天捱撞 其實呢 這個 真的沒有片 不知道 但是這個 撞到他 是一個 剛剛拿到排 二十二歲的大學 三年級學生 拿P牌的 那這些路 撞到這樣 他一定是快 嗯 但是我不能夠說 完全 一定是 那個 開車的不對 不過 九成 為什麼呢 始終最後 你車子要讓人 同樣 這些就是單車 他又不是突然飆出來的話 現在 醫生就說 這個年輕人 姓翁的少年 腦積血黑了 做手術都沒有 做不到 那就是 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做手術 做不到 那難道 即是 希望他 大步濫過 尤其是有些奇蹟 那 他原來姓翁的少年 就是從小到大 就姑媽 照顧他的 因為爸爸媽媽 都是 拿傷情證 每月三個月來探兒子 那就是說 他十四歲 你就算一算 是2020 2010 2009 的雙妃 他是雙妃 他是雙妃 就從小到大 就由姑媽 照顧 姑媽當然是雙腿欲絕 就說 現在呢 就希望呢 政府 可以著情 給他 爸爸媽媽 下來 照顧 兒子 這樣說 我覺得呢 去到這些情況 我當然認同 那就不用這麼快 決定是否要 給他簽證 給他簽證 三個月 半年看 即是 即是 如果你有目睹以外 警方呼籲 那就通知警方 那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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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21歲 這個孫子 其實都應該有些 車鏡 或者什麼 另外 這件好笑 現在 我們可能離開了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階級 我要這麼說 或者我也不能跟這些人玩 今早 應該是昨天早 2點18分 有一條姓馬的 49歲男子 幸好是49歲 不是57歲 如果不是以為是我 報警 在虎山道 虎山樓對開 被三名年約 30至40歲的男子 以木棍子客 和圍偶 搶了他 身上三千元的手機 許固 和口受傷 救議員報場 和他包紮之後 將他送丸 三千元 什麼手機 其實都很多 很多 很多 話說回來 我剛才說 因為最近我在看什麼 其實我真的不想說 但我忍不住說 我在看《女之女王》 因為大家知道我是金字門的憤師 你知道金字門是誰 我看完這些 我更加確定 我突然想 如果現在這一刻 中港台 日 即是年齡 各樣的事情 都算了 金字門最頂峰 最頂峰 就是她 剛剛是巔峰期 然後我想 香港 這幾十年 是我說這幾十年 從五、六十年到現在 又沒有出過一個這麼漂亮的女人 有些人說 張柏芝 那個氣質不行 因為中港台 但anyway 她現在是很高級的 我真的看得到我很懶惹 這套東西 因為我這樣放下很久 因為我一定是實體的 今次門就 因為我自從她 出走日記之後 我就迷上去 但我也知道她是說這些 所以我很懶惹大師校 才決定看完 不看 但當我看到 你老母是 又絕症 又真產 很慘 有個老懵懂的 即是爺爺 即是董事長 有個欺騙她的奸女人 那些一定是正的 你老母是這些 我看到我真的 你老母會傳傳 有個好男人從小到大 奸仔仔 張家輝那些 即是香港那些 真正的 你老母你說什麼 別人的你都破了紀錄修士 即是你說什麼 這些不會發得差 這些一定是好看的 但是 我真的看得很不耐煩 雖然我很喜歡看 金秀賢和金志門 靚仔靚女 但是 大哥 你這頭 他就走得快 你老母 夠淡 還未夠淡 原來他有絕症 快要死了 你老母 剛剛 還找到醫生 那些錢的人都騙了 你老母 這些我真的看得 不要 沒有 但是我這麼說 他有多好看 我又繼續看下去 這些事情 不就是過人 所以香港 這些其實有自由 其實香港就是最厲害 那時候是劉家豪 唐心風部 這些 其實以前都是這些 我們看什麼加辯 幾十年都是這樣 善情感受 什麼 豪門恩怨 就是這些 幾十年都是 中國是拍這些 好 那富山村的那些人 那樣 姓馬的沒什麼 跟姓鄭的女兒 是同居情侣 11點幾 前晚 去跟女朋友 返到富山村住所 到達地下 大門的時候 三名男子突然出現 其中一人跟姓馬的 被毆男子說 叫你老母 你知道嗎? 我是支持兒子啊 叫你老母 就說 你老母是 叫你老母 叫我老母 給我生皮的 賠償費 我也是叫你老母 你問我老母 給不給你 叫你老母 期間 三臨以棍 指嚇 指嚇而已 並為毆馬南 即是用拳頭為毆 兩腳踢他兩腳那些 那些棍子都會嚇鬼 叫你老母 接著就搶他三千元 價值三千元的電話 你想想我現在這部電話 幾個買回來都賣出去 不知道值不值三千元 他說現在價值三千元 三千元買回來可能值幾個錢 好了 由於馬南說我沒有那三個 於是他們三個呢 將他推上迫使 這麼知道這些地步 要去到深水埗八團村的廁所 聖馬就要求他姐姐代他給 但是他姐姐就說 沒有金皮的 最多是婚旗 肯婚旗 那三漢就肯離開 其後馬姓藍子就報警 被送往明海醫院清醒 這三個實球也是 三十四十歲 你一定是蠢的 他想著他不會報警 和那個朋友一起去瘋的 分給你三千元 沒有那麼浪高 其實老實說 你蠢的 是啊 他想著去 你不要玩警察 不會吧 就就報警 這件事最奇怪 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大家聽清楚 旺角一名九個月大的女嬰 被獨留在家 她媽媽事發的時候 二十二歲 就在佐敦道 一間酒吧 和朋友消遣 期間她和朋友說 我女兒自己在家裡 對話傳到輪卓 我看新聞是這樣說的 輪卓一名不相識的走客 那個走客感到很不安 擔心嬰兒安全 於是報警 救援人員 在凌晨4點16分 前往報案人提供的地址 在單位外聽到嬰兒的哭聲 但是沒有人開門 於是破門入內 救出嬰兒 幸好嬰兒沒有大礙 警方就接手調查 接著就聯絡到 二十二歲 在佐敦道喝酒姓貴的母親 他就立即趕回家接受調查 床後被警方以涉嫌 對所開館兒童和少年人虐待 或忽略被捕 好 好了 很奇怪的事情 奇怪 是吧 我和朋友在一起聊天 酒吧 傳到隔壁 好了 不要緊 不要緊 傳到隔壁 隔壁喝酒 關乎兩次 咦 不是啊 是嬰兒女 這麼有心 都不驚 喝酒 不肯是壞人嗎 但是 你們的對話 會說 喂 我住在這個青山道688號紅聯大廈五樓屍室 你不會去嗎 就是 隔壁那隔壁那隔壁 會報案的時候 喂 警察 喂 我現在聽到有人隔壁屍室 住在這個青山道688號紅聯大廈五樓屍室 這個是非隱常奇怪 嗯 就算連大廈都不會說 那只能夠說 這個不是隔壁 桌 就是那張桌子裡面的朋友 或者其中一個 如果不是沒有可能 那 如果你們兩個朋友 更加固然是 固然是 他沒有理由 督灰 之餘就說是自己報的 不是跟青山道688號 我在旁邊聽到 這條路在那裏做些同事報 要不就這樣 要不就這樣 總而言之 就不會 知道 Exactly的地址 就是你朋友都知道 Exactly的地址 喂 朋友聊天都不會這樣 喂 你不是說留女兒在那裏 吵你了 喂 然後 你作了一個額頭嗎 吵你 捉完畢穿桃園樓 吵你了二六零五室 你不會的 吵你了 這件事 不過anyway 夠僵 雖然那些寶寶 九個月 譬如說你 設好寶寶床 找屁在中間頂住 未必一定會出事 但不可能 吵你了 因為寶寶 都不知是幾個多 可以 好多 你整了屁 想著 逼住他的屁 怎知道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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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大人 就 吵你了 他又不懂 或者不夠力 那就沒有了 所以這些真的不負責任到極 休息一會